您好艺术系列绘本 让孩子和名画做朋友 樊高 好多漩涡转呀转 作者 日本著名绘本作家杰成昌子 翻译 郑明静 解说 杨青 更多好声音 请关注喜马拉雅 杨青美音美文 线条这么有力 色彩 这样耀眼 樊高把心中的力量 全都画了出来 樊高之前的画家 可从没这样画过 心中的力量在翻转 转得樊高 把眼中的景物 都画成了彩色的漩涡 转转转 转转转 天空 月亮 太阳 树木 道路 田园 都变成了光环 转转转 不停地转 转转转 转转转 太阳 像在田野上空 燃烧了起来 转转转 太阳 低下了一颗颗 黄色的汗珠 转转转 转转转 太阳 瞪大了眼睛 热得 好像要爆炸了 啊 四百树 着火了 整棵树 都燃烧起来 枝叶像要动的火苗 扭转着 摆动着 用尽力气 向空中烧去 麦穗儿停止了腰杆 像真浪似的刺向天空 星星星转动着 月亮转动着 连天空也开始转动起来了 转转转 转转转 马车 房子和行人 都快被卷入漩涡里了 这是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月夜啊 转转转 转转转 小镇的天空 有好多漩涡在旋转 转转转 山顶上的月亮 也像光环在打转 转转转 云朵转成了大大的漩涡 贪心的 想把天空都吞下肚子 转转转 连星星也跟着打转 大地静悄悄的 只有美丽的星空 伴着小镇 沉沉入睡 星星一闪一闪地 眨着眼睛 夜晚的天空 给楼房 披上了深蓝的面纱 煤气灯的黄光 灿烂耀眼 咖啡座成了黑夜里 行走的明灯 蓝色的夜幕 和黄色的灯光 共享着宁静的夜晚 银色的星光 和洁白的桌面 焦香灰映 十字路寂静无声 只有聚在咖啡座的人 小声地说着话 夜晚的咖啡馆内 有人在喝酒 有人在打盹 工作了一整天 每个人都显得好疲劳啊 灯光照亮了夜里的 每一个角落 光环转呀 转呀 转个不停 夜深了 不会有人上门了吧 我室里没有人 静悄悄的 只有温暖的风 从窗外吹进来 笨重的木床和椅子 是新鲜的烙梨黄 床单和枕头 是浅浅的柠檬黄 被单是亮丽的 是亮丽的西洋红 桌子是暖暖的橘子黄 洗脸盆却是清新的海水蓝 小小的房间里放满了日常用的生活用品 梵高把卧室布置得好舒服啊 试一试 用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为梵高的房间涂上颜色 把梵高的家具放在另一个房间里看看 画上窗子 给墙壁涂上颜色 画出地板的纹路 有好朋友要来一起住 梵高好高兴啊 兴奋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用什么来欢迎好朋友呢 插一束仙皇的向日葵吧 向日葵向着太阳开 有的花儿精神好 有的花儿懒洋洋的 有的花儿累得低下了头 可是所有的花儿 都使劲地展露着身上的黄 房间里仿佛有好多好多的太阳 转转转 转转转 心情不好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害怕的时候 有太多的事 在心里头翻转着 好像就要爆炸开了 转转转 转转转 眼前的树木 田园 山脉和云朵 也像波浪般 翻滚着翻滚着 想静都静不下来 摇呀 摇呀 晃呀 晃呀 教堂在摇晃 天空和道路也在摇晃 摇呀 摇呀 晃呀 晃呀 在木布般的蓝天下 教堂好像在微微发抖 摇呀 摇呀 晃呀 晃呀 前方的道路 变成了两条 到底 会通到哪儿呢 看到这幅画 你会觉得冷 还是热呢 心情是高兴 还是悲伤 呼呼呼 呼呼呼 天空刮起了可怕的强风 麦田被刮得颤动起来 连乌鸦也吓得四处飞散 啊 暴风雨就要来了 棕红的胡子 高高的鼻梁 有点困惑的眼神 转转转 转转转 没有太阳 也看不到星星和月亮 只有被蓝色漩涡 包围着的画家 梵高